李前总统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吗 这要打个问号 监察院一份公开报告里头就写着 说世新大学教授七嘉玲指出 前总统李登辉是日本人的私生子 消息一出引发各界的讨论还有争议 而在昨天的时候这位学者出面澄清了 他说他当时的是说的是一个疑问的语气 并不是肯定句 因此在第一时间 监察院赶紧紧急将这份报告从网站上下架 高龄90多岁的前总统李登辉 上礼拜才传出身体不适 今天再度登上媒体版面 因为监察院的公开调查报告 记录学者访谈 居然写着李前总统应该是日本人的私生子 报告中写的煞有其事还二度提及 我怀疑可能是 我没有用肯定句 我整个都是用疑问句 拿出好几本书强调自己不适 凭空捏造 却也提不出有力证据 学者澄清自己从头到尾用的都是疑问句 只是公开报告的主题明明就是228事件 怎么会和李前总统的身世扯上关系 公间那一段当中有部分谈到他身世 的确就是说稍微有离开的这个主题 监察院上午紧急将调查报告从网站上移除 只是没有经过查证的拜官也是 却写在公开的报告里头 不禁让人质疑监察院的可信度